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荆棘开始 我将会由浅入深 由最基本的水质知识 到水族器材 鱼缸设计 观赏鱼的种类 甚至如何治疗患病的鱼类 据细无浅地 告诉你饲养海水鱼 海洋珊瑚和一些海洋生物的必要知识 令到各位新手 能够成功在家中 养到海洋生物 纯正 而没有韧形杂质的淡水 它的酸碱值 一级是 常说的PH值是7.0 一般的家居饮用水 经过滤水场处理 PH值 都非常接近7.0 视为中性 而河水的PH值 是6.0-7.0 带弱酸性 而生态环境 完全不同的海洋 水质截然不同 各种的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浓度一笔淡水 和河水为高 结果 海水的PH值 就是8.0-8.4 视为碱性 不同的海域 环境略有不同 矿物的种类 和浓度都会有差异 所以 PH值就会不同 只要将PH值 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各个海域的海水鱼 都能够适应 而一般来说 海水的PH值 都是相当稳定的 除非水质变得非常差 水质变酸 PH值才会降低 水的另一个性质 就是水硬度 KH值 KH值越高 水 视为比较硬 KH值越低 水 比较软 海水的KH值 一般徘徊在 8.0-12.0之间 是比较硬的水 淡水 则在8.0以下 属于软水 各种海洋生物 都会从海水中吸收 各自所需的各种元素 而鱼类 主要由进食来摄取营养 从海水中吸收的元素量 相对会比较少 所以 鱼类 只会令鱼缸的海水 KH值 降低少许 而在鱼缸换水的时候 各类的海水元素 又会得到补充 KH值 就会相应提高 所以 除非鱼缸内 有很多硬体珊瑚 需要大量摄取水中各种元素 才会导致KH大幅度降低 甚至低于8.0 影响生态 过高 或者过低的酸碱度 河水硬度 会对无脊椎海洋生物 例如虾 蟹 珊瑚等 造成颇大的伤害 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 往往在一星期后 便相继死亡 而拥有脊椎的鱼类 在PH值 和KH值过高 或者过低的海水环境 都可以忍受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出现生命危险 而个别强壮的鱼 甚至可以适应病 且存活下来 所以 作为饲养海水生物的新手 第一步 都应该由饲养海水鱼开始 酸碱度 河水硬度过高 和过低的原因 是什么呢 过高的主要原因 通常是在 更换海水的时候 将过量的海水化学盐 融入水中 人为造成 各种海水元素浓度都非常高 令到水质呈现过分碱性 和过硬的性质 而水硬度KH值 低过8.0的原因 通常是有鱼类以外的海洋生物 摄取了各样元素 同时 又缺乏了人为的补充 令到水质变软 但是 导致海水变酸 PH值低过8.0的主要原因 是由鱼有大部分 海洋生物的排泄物 和吃剩的鱼粮 在用过滤棉隔离之前 无可避免地 以快速融了入水中 令到水质变差 长期又没有得到改善 而令到水质变酸 而所谓的水质变差 是因为排泄物 和鱼粮融了入在水中之后 往往会变成 一些无色无味 对海洋生物来说 绝对致命的毒素 而这些毒素 在累积到达一定的浓度 而又为令水质变酸 降低PH值之前 已经足以在一夜之间 甚至五 六小时内 杀死鱼类 和其他海洋生物 所以 新手许多时候会说 PH明明是8.0以上 但是 一开始养的好端端的鱼 都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 之后 加一条 又死一条 完全养不到鱼 原因 就是鱼缸内 早已囤积了 这些无色无味的致命毒素 要知道如何移除 这些肉眼看不到的毒素 就要先对发生在水中的 但循环 N-Cycle 有最基本的认识 下一集将会介绍 N-Cycle 本年还在大蜜袂 Balance 戏台湾 本日是 Agricultural 博物 它的ICE纪 adjustments 你会介绍的东西 就像方说一思考人确实